长这么大第一次感觉字幕没有用 2023年1月 央视网络春晚悄然登上热搜 其中主持人的资政腔圆更是成为热议话题 虽然说歌名叫资政腔圆 但却在句句都在提醒我不认字 而到了朱广泉这里 更是没忘记秀一下自己 不过也不能怪他如此猖狂 毕竟当初逼疯了好几个手语老师的战绩 时至今日都是萨贝宁调侃他的老狗 而这一切都要从2017年除夕特别节目说起 当时临近尾声 有位网友问他电视台放不放假 没想到他回答却震惊现场所有人 虽然说手语老师一脸猛 但还是凭借强大的专业水主 把这句话给翻译了出来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自从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朱广泉算是彻底放飞了自我 当别人一本正经的播报新闻时 他却直接把新闻说成了笑话 面对手语老师的控诉 朱广泉依旧我行我素 上一秒还在正经播报新闻 下一秒竟直接把螃蟹玩出了花 这着实笑翻了整个直播间 但要说他的实力还真的远不止于此 甚至能把遛狗伤人说成单口相声 有一个词叫一丝不苟 说的就是没有一丝绳链拴着 就不能遛狗 不然它容易跑丢成为流浪狗 容易吃到脏东西成为生病的狗 容易伤人成为害人狗 容易让你暴露素质看着特别臭 羊犬不闻名 四邻不安宁 遛狗不拴绳 违背法理人情 这样播报新闻的方式 直接吓跑了好几个手语老师 眼看得罪的人越来越多 央视只能无奈花重金 为他量身打造了一位AI手语主播 可万万没想到 刚上班第一天就被玩坏了 这也难怪央视招不到手语老师 不过除了给大众带来欢笑之外 朱广泉也让大家明白了读书的意义 在学习知识的同时 还不忘嘱咐同学们全面发展 如果不读书 走再多的路 你也只是个邮差 如果不读书 别人会说中风得意马蹄急 你只会说我好嗨 别人会说趋近通幽处 你只会说路好歪 别人会说不如相望于江湖 你只会说我想和你歪 凭借着超强的押韵能力 朱广泉不仅在精进自己 甚至还影响到了其他的主持人 历史间央视刮起了一阵朱广泉风 就连康辉也没忍住加入其中 军穿着秋裤走 寒潮来袭不会抖 只要不是太显胖 秋裤就要安排上 你像正经的李子萌 更是也被同化 祝大家 父的都流油 身体壮如牛 闲来无事 牛一牛 幸福安胖 牛 牛 牛